1971年,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中央高层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却突然发现了异样。他对参会的众人问道,无客华来了没有。主席台的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做出回应。 吴将军作为开国中将,时任解放军炮兵司令一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遭人陷害,吴将军被冠上了反革命的头衔,长期遭受排挤。 自1971年后,党中央对过去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评定,对过去备受打压的一批干部进行重新任用。 周总理在会议之上想到了备受打压的吴将军,希望能够为其恢复名誉与职务。 可在一番询问之下,却发现吴将军不见踪影。 在详细询问了炮兵司令部的许多的干部人员后,周总理依旧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吴克华将军究竟去了哪里?为何作为堂堂炮兵司令的他,消失却没有人了解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起了解开国中将消失事件。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反革命事件败露,党中央迅速展开 对反革命集团的打击活动。 在经历一番行动之后,党中央政坛为之清明。 随即在当年冬天展开的党中央会议之中, 以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开始对此前曾经遭到迫害的干部们进行再度审查任用。 在年末的一次会议之上,周总理突然想到一位开国中将,吴克华将军。 这位曾经在1963年亲自由自己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的解放军干将, 如今已经多年不见其踪影。 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周总理深知吴将军遭受了不少的打击。 在60年代末期时,吴将军便屡屡遭人迫害。 他一时间回忆起来,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数年没有见过吴将军。 甚至在这数年之间,似乎连他的消息都没有在听闻。 看着会议场上无数的党员干部和解放军将领, 周总理用话筒询问道吴克华来了没有。 有人见过吴克华同志吗? 可听到周总理的询问,在场的人却是面面相觑,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回答总理的问题。 在场参会的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 按理说总有人该与吴将军相熟或是相见。 但如此多人,竟然没有一人见过吴将军, 这实在是太过诡异。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不见, 所有身边人都不知道他的踪迹,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而且,这位神秘失踪的人物, 还是为战功赫赫, 为新中国立下汉马功劳的开国中将。 作为一位29年便加入我党部队的老红军战士, 吴将军早年随部队展开万里长征。 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 他接受周总理命令前往山东, 成为了我党山东战场之上的一位猛将。 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上, 他立下了累累战功, 为山东地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结束后, 党中央顺应时局变化, 抽调党内精锐部队, 组成开赴东北的挺进先锋。 吴率领的交东部队被选中, 前往东北地区。 1946年, 他所率的部队被改编为东北民连的四宗, 其本人就任四宗司令职务。 这支四宗, 在东北乃至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传奇部队。 作为辽审战役的重点, 其负责的塔山祖基战, 成为了是关东北, 是关全国解放战争的重点。 而四宗在吴将军的指挥下, 拼死抵御敌人海陆空, 猛烈炮火六昼夜, 为东北的最终解放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1949年3月, 他还率领塔山英雄团, 接受了毛主席等一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新中国成立之后, 吴将军在多地任职, 并深入军校学习, 加深自己的战略战术造诣。 1955年, 新中国举行授贤仪式, 吴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 并获得了多枚珍贵勋章。 1963年9月, 在周总理的亲自任命下, 吴克华就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一职, 开始担任兵种司令这样的要职。 如此一位战功卓著, 深受中央信任的将军消失, 怎能不引起周总理的愤怒。 在大会之上, 没有获得结果, 周总理怒不可遏, 立即下令专项小组大力追查有关吴将军的有关线索, 一定要将他找出来。 吴将军作为炮兵司令, 众人追查的首要目标便是司令部内的众人。 但司令部中的干部们却表示, 不知道吴将军去了哪里, 甚至就连其何时消失都不太清楚。 这样一位大活人, 难道就找不到了吗? 开国中将吴克华神秘失踪数年, 周总理盛怒命令紧急追查。 可作为吴将军的直属部下, 炮兵司令部众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吴将军究竟去了哪里? 在司令部一无所获后, 调查的众人又来到了吴将军所居住的家中。 可众人来到此地才发现, 吴将军家中四处青台、珠网, 根本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在搜查完整栋房子之后, 众人果然没能发现丝毫最近有人居住的痕迹。 很明显, 吴将军离开这所房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众人见最为明显的两处搜查地点都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只好先将此消息报告给周总理。 周总理在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 不由得有些胆寒。 一位开国中将竟然真的离奇失踪了, 并且是在身边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就此消失。 这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但周总理相信,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随即向总政支部的同志们告诫道, 我不管你们怎么做, 一定要把吴克华给我找到。 这是命令。 总政支部的干部们见周总理如此重视, 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立即组织人手由北京为中心, 在全国范围展开搜救。 在庞大的人力帮助之下, 总政支部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 在一位知情干部的透露之下, 政治部的干部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吴将军根本就没有失踪, 他之所以脱离了众人的视野, 是因为有人刻意对其进行陷害, 为其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而最为过分的是, 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职权, 秘密将吴将军逮捕关押。 这才最终造成了吴将军神秘失踪数年的假象。 但这位透露消息的干部, 也只是知道有这件事, 对吴将军的关押地并不了解, 无法帮助同志们将吴将军救出。 政治部的他同志们得知此事后又惊又喜, 众人惊讶于陷害吴将军之人的手段歹毒狠辣, 又喜于终于发现了吴将军的有关线索。 在商量一番之后, 众人决定立即对吴将军的关押地点进行搜寻排查。 但众人因为担心大规模的搜寻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导致提前转移吴将军, 因此也只好以小规模暗中进行摸牌。 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搜寻之后, 众人终于找到了吴将军被关押的地牢。 在搞清楚吴将军被关押地区之后, 众人再次就救援方案提出了讨论。 部分干部认为, 既然已经发现了吴将军的踪迹, 那就直接带人闯进地牢, 以武力强行将吴将军截夺而出。 但另一部分干部考虑到彼时复杂的政治时局, 不便于做这样的直接行动。 如果打草惊蛇, 最终导致吴将军被提前转移, 那众人之前的所有努力便复之东流。 众人见意见并不统一, 只好将此事再度告知周总理, 希望由总理进行定夺。 周总理在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之后, 也对此事犯起了难。 最终在经过许久的思虑之后, 周总理找到了总政治部的主任李德生将军。 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将军在此前的林彪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深受毛主席的信任。 这样一位备受信任, 同时能力出众的人才, 正是周总理营救吴将军的最佳人选。 吴克华将军遭人陷害逮捕, 政治部干部费尽艰辛, 终于将其找到。 面对解救困局, 周总理找到李德生将军。 他将会施展怎样的巧技, 将吴将军救出。 李德生将军在接到周总理的命令之后, 立即开始接手解救吴将军的任务。 在重新梳理了所有的线索之后, 他发现吴将军的失踪与炮兵司令部的干部们脱不开干系。 在政治部干部们的努力之下, 最终寻找到的监牢地点, 也与司令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与手下干部们进行对话之后, 李德生还理解到司令部的干部们每每在问询之时, 情绪都不太正常。 由此,李德生更加深了自己心中对司令部干部的怀疑。 但他考虑到如果直接前往问询吴将军的藏匿之处, 要求其释放吴将军恐怕是不可能之事。 于是他便施展了一出妙计, 巧妙地瞒过了司令部的干部们。 李德生带着总政制部的一种干部, 浩浩荡荡便来到了司令部。 在与该地的干部们见面后, 李德生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关押了吴克华。 这次我们来是要提审吴克华的, 马上带我们去见他。 司令部干部们见事情败露, 其对方是前来提审, 是对吴克华进行问罪。 于是只好承认了关押吴克华的事实, 并领着总政治部众人前往地牢之中。 政治部随行的领导, 正是副主任田维新。 他对吴将军遭遇的苦楚, 早有预料。 可当他真正见到吴将军时, 还是吓了一大跳。 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 在多年的折磨之下, 成为了一副肮脏, 枯搞, 面容憔悴的白发老人。 田维新忍着心中剧痛, 对司令部的干部道, 我们要提审他, 把他的镣铐都解开吧。 我们要带走。 蜷缩于监牢角落的吴将军, 一听到此言, 立即神情紧张起来, 小声地嘟囔着, 我认罪, 我认罪。 之后, 政治部众人便在司令部干部的监视下, 一路押送着吴将军离开。 在脱离司令部的监视后, 众人将吴将军带到了李德生将军所在的京西宾馆。 在这里, 李将军特意准备了一桌菜肴, 准备为终于脱离苦海的吴将军接风。 在接风宴上, 李德生将军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快, 只是看着吴将军用餐。 眼看时机合适了, 李德生才表明众人的来意, 表示众人是奉周总理的命令, 为其招雪。 吴将军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 只是一个劲儿表示自己是个罪人, 自己犯下了罪过。 众人将吴将军的精神还不稳定, 随即安排他住下, 决定在以后再对其进行询问。 在不久后, 吴将军的精神状况恢复了很多, 李德生立即对其展开询问。 很快, 吴将军被人强行安排数条罪状, 并逮捕监禁的内情被众人得知。 而在众人的调查之下, 发现这些罪状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是赤裸裸的栽赃。 李德生将军立即向有关情况通过书面文字进行记录, 并上报给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 希望能够取消相关指控。 叶帅在审查清楚内情之后, 立即通过了李德生的申请, 为吴克华洗清了冤屈。 1975年, 经过几年的调养, 吴将军终于将自己因为牢狱之灾而造成病体休养好。 不久后, 中央任命吴将军担任铁道兵司令, 重新走上了军队领导人的岗位。 此后吴将军又历任各大军区司令员职位, 同时还参加了队越反击战争, 率领部下给了越南政府一个惨痛的教训。 1982年, 命运崎岖坎坷的吴将军身体欠佳, 开始退居二线。 退下二线后, 吴将军依旧放不下解放军发展, 继续为广州军区发展做顾问工作。 1987年, 吴将军与广州病逝, 享年74岁。 离世后, 家人按照医院将其骨灰带回塔山, 与他曾经的部下一起长眠于白山黑水之间。 吴克华将军一生征战无数, 又遭遇无数坎坷, 可谓是历尽艰辛。 他的一生十分传奇, 也颇有些凄惨, 让人黯然神伤。 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老人家建设祖国, 发展祖国的决心。 而在吴将军离世后, 我们也将永远铭记这样一位为国奉献一生的传奇将军。